Hello,大家好,我是雪糕仔 很久沒有拍三角自戰版的影片 終於在觀眾中找到位比較強的武風陣介紹給大家 我們看看他的配置 這是他的配置 趙雲 衛謀 配草船 王宗 破陣 配巨水 諸葛亮 撫衛 配武風 這一隊就用了比較好的戰法 例如草船借戰 以及要用上諸葛亮 如果大家角色不齊的話 可以考慮用這一隊 意思是你有諸葛亮 但是沒有旁統沒有姜維 組不到熟智的話 你可以選擇用這一隊 沒有封陣 是我見過目前最好的陣肉 戰報 我實測了兩次 我有五隊主隊 實測了兩次 我們看看第一次 第一次在這裡 第一場 他對上我的桃園盾 他是優平的 我們說戰到底 平完之後是贏了的 第二隊要打的是我的射積弓 射積弓也是優平的 之後打到底也是贏了我的射積弓 然後到打我們關鍵的 我最強的熟智 就是我們麒麟弓 我是輸了的 所以其實他對面這隊很誇張 能夠打敗我這麼多隊伍 好 但是他的隊伍的缺點是 非常之害怕這個速攻的兵引隊 例如什麼 三勢女 即是碰瓷女 以及香騎 他都比較害怕的 好 我們看看 我會比較低選去打贏他 然後香騎 他是比較害怕這些速攻型的 即是頭三四回合要分勝負這些 好 接著之後我們再來一次 因為我們實差一次不夠 那我就再約他再打多一次 那他再來了 可以肯定的是 桃園盾呢 他是借了我 兩次戰報呢 他們都有相當的優勢 好 接著就正所謂 但是打香騎 我這個還要超低選 所以他是比較害怕騎兵 所以你們用這隊沒有風陣 就千萬不要撞騎兵 因為撞香騎也好 撞三勢女也好 就輸得很厲害 這個要注意 好 就算撞蛇積弓 他這次仍然是優平和戰勝的 所以他撞蛇積弓和桃園盾 會有這個絕對優勢 好 但是對神手弓 這次就和之前的結果不同了 之前他是贏的 這次就輸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五五波 有機會打起來 神手弓還會比較厲害 相對來說 對方的紅度不是說十分高 如果是相同紅度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隊武風陣是非常之好用的 但是記住 他要用的角色 用了諸葛亮 以及草船借戰 其他的陣法就可圈可點了 好 再上也是 就是這個 烹尺女 就真的比較難搞 主要他會比較 counter這個射積弓 還有桃園盾 所以他呢 弓和盾都可以撞的 是主要不要撞騎 如果你拿著他的話 主要不要撞騎兵 其他都可以嘗試去打的 這個是我目前見過最好的武風陣 因為之前實測過或者見過很多武風陣的戰績 都是非常之差 所以這一季我也不太建議大家玩武風陣的 但是 有觀眾提供了這一隊 阿Johnson 非常之好用的武風陣陣容 但是記住 他是要用到諸葛亮 和草船借戰 那諸葛亮和草船借戰呢 大家如果真的用不著的時候 就配這一隊 如果大家用不著的話 我都建議用回常規的隊伍 好了 那今次的影片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了 那接下來我會和我們一起 港台奧服 去對戰這個韓服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看的話 記得訂閱我 和打開啪啪 那不會錯過影片和直播的通知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下次直播影片見 拜拜